剛聽完妹講還有感覺嘛 然後有一些情趣勒索 就如果有些人知道 那我的老婆是兩星座家 共用現場所有男生你知道吧 不要跟兩星座家在一起 他們精神都怪怪的 好 那我一直在思考 為什麼焦點要把我擺在最後啊 然後我自己推測啊有兩個可能 第一個是敬勞遵行這樣 我們現場可能是年紀最大的 那第二個可能是 剛剛還記得第一個講什麼嗎 創業嘛 創業心情 然後如果假設啊 創業你不順利 好再 第一個剛剛講什麼 國際嘛 對假設你去玩國際志工很不順利 好那再來第三個是什麼 失業 失業 那失業對失業幹嘛 旅行 旅行嘛 所以我猜 有可能這幾個原因你知道 把我放在最後這樣 所以在訂的時候啊 就是剛開玩笑的啊 我一直在思考說 要訂什麼 因為現場大部分都是大學生嘛 那我一直在思考說 我大學的時候 是什麼樣子 那我自己來反思 我覺得我大學的時候 心中常會看一些 就常會看一些書 然後你就想要跟誰一樣 然後你就希望誰 然後走誰的路 然後成為大師 可是我從來在那時候 我不知道 有可能你是被那些大師所困住 好 那我自己的生命經驗是這樣子 我大一讀機械系 那我大一就知道 我超不喜歡機械系 所以我大一的夢 夢想是可以順利畢業 好 最後我終於大肆順利畢業 是危機分 三修才畢業 還是初等危機分 你就知道我數學真的多爛 根本就不適合讀工科 那畢業的時候 我當然覺得人生就解脫了 其實才是痛苦的開始 為什麼 因為我一直在思考說 到底我機械去 出去能幹嘛 其實就被困住了 因為我們常常 你看現場所有大學生 現場應該沒有一個大學生 是無系的吧 就是說你現在如何科系 就是你們現在大學 通常都是一定要被迫 全某一個科系嘛 對 然後一定要某個 比如課是畢業 沒有說是沒有系的 然後我後來知道 我聽說台科大大一是無系的 就是你大一先讀 讀完之後 然後你再選大家讀什麼 可是我們大部分都不是 所以 常常我們在想 我們在思考路 也有可能是被一個科系所困住了 所以我那時候被困住很大 那我最後導致什麼你知道 因為我不知道自己要幹嘛 所以我工作大概一年半之後 我就留了一張紙條 跟家人講說我要去旅行 對 然後全家人都不知道 那也奉勸大家 你如果要離家出走 不要選過年的時候 對為什麼 因為銀行沒有開你知道吧 然後 因為你沒開 你什麼都不好準備 你要選這種平常陽光很好的時候 離家出走這樣 這種可以適合離家 然後都可以這樣好好準備 好 那當時我就旅行了一年 然後旅行完之後 我一直以為我知道我自己要幹嘛 因為流浪很酷嘛 那時候旅行一年 然後帶著一筆錢出去 然後我是完全的流浪 對 我當時是買一張單程機票 對 那你千萬不要問我要怎麼規劃 因為我從來沒有規劃的 就買一張單程機票 先背到泰國 那之後就是看哪邊 想去哪就去哪這樣 我覺得這樣還滿隨意的 那這樣旅行完一年之後 其實在路上的時候 我一直覺得 困擾我很多的就是 我一直在思考我自己要幹嘛 好像又要再回到以前大學的時候 一直在思考 然後不知道 所以接下來我們來做一些互動的小遊戲 因為我通常比較喜歡做一些互動的小遊戲 我來請教大家 如果你是醫學院畢業的話 你朋友是醫學院畢業 你們覺得醫學院畢業可以幹嘛 選事長 選事長還有呢 當醫生做醫療 當醫生 做醫療機場 對 你可以當 沒錯 好 剛講到 你覺得醫學院畢業可以幹嘛 當作家 當作家 好 很多嘛 那再來 電機器畢業可以幹嘛 小電腦 賣雞排 賣雞排 對 好 去旅行 機器畢業可以幹嘛 當教師 出書 剛有一個 對 好 企管的 那你覺得高中老師 剛剛好像有說 是不是有老師 郭曉老師 你覺得當老師 你以後能幹嘛 當老師 老師只是一個 你之後你可能會退休 之後你要幹嘛 對 很多嘛 好 很多可能 可是 在我們那時候 學院的時候 你好像就會被一些 學章節 或者是市面上一些 成功的書籍所困住了 就是你什麼畢業 你就要這樣 那我自己 這幾天剛好看了一些書 我發現 欸 有一個人是醫學院畢業 他跑去當畢職學家 有沒有很知道誰的 我相信你們現在發展 我上級都不來讀書 一定不知道 因為這個是 我是之前 因為剛好每次看到這家 才知道原來這樣 他是達爾文 對 他是醫學人家 地質學人家 好 電梯系畢業 有沒有知道 誰跑去電梯系畢業 誰校說的 劉寶燈 劉寶燈 劉寶燈是電梯系畢業嗎 劉寶燈 劉寶燈 工業歸武 劉寶燈 對 他畢業之後 他還跑去那種類似電梯公司做 對 好 然後再來 經濟系畢業 對 都知道了嘛 對 好 可是 我看完林初豪的故事 你知道吧 我就一直感慨 你知道嗎 父母會鼓勵你當林初豪 可是不會鼓勵你去打籃球 對 父母的邏輯怪怪的 你知道嗎 對 就父母就是 他有時候 你不要相信父母的話 他講的話就會有一點矛盾 你知道嗎 你看喔 你們覺得當黑手好不好 不錯 你們覺得不錯 父母一定先把你腿打斷這樣 好 你看以前 你看我們就講郭台銘 他不是黑手出來的嗎 對 所以父母會鼓勵你當郭台銘 不會鼓勵你當黑手 對 所以這很多 很多在我們生活中一些 卡住的 你自己也沒發現 其實是有一點怪怪的 好 你說嗎 沒錯 高中老師跑去寫小說 你知道是誰嗎 他超級有名 好 我們可以提示 他是英國人好不好 對 對 好 好不好出去 然後 他真的你看過的時候 他是他自己講 他是人生非常非常失敗的失敗主 他離婚 然後他當時工作也不是很快樂 對 那當然他為什麼 他自己的資料上面寫到說 他為什麼會跑去寫 應該說寫哈利波特 他真的就是搭 你知道那個火車嗎 然後真的搭 他那時候很難過的時候 他搭火車去旅行 然後就看到一些人 然後就腦中閃過一個念頭 結果他就寫了 對 因為他天才 所以我不了解 好 那你們覺得 蔡英哥畢業可以出去幹嘛 拿西瓜刀殺人 蔡英哥有出去當廚師嗎 那 有誰知道蔡英哥畢業 出去當廚師很有名的 阿基斯 阿基斯 為什麼最後要列這個呢 是 你有可能 就是 學理自用 你也可以 學理自用 對 那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不管你讀什麼科系阿 千萬千不要被你自己讀什麼科系所困住 可是我們人就是犯賤你知道吧 你讀什麼畢業你就覺得 阿我好像要那個畢業 所以我常遇到一些語文系的 因為有時候常去大學演講 他就說 阿老師 難怪我法文系畢業 可是我不知道自己人要幹嘛這樣 我說法文系畢業 我就去法國不然你要幹嘛 他就會一些糾結 你知道吧 然後 不然 你讀語言 你不去那個國家去生活去體驗 那到底要這幹嘛 好 當然 不是 你都說是怎麼上課 是騎摩托車還是住校 大部分是騎摩托車嗎 你們現在是寒假嗎 對 還能開學嗎 有開學 明天開學 恭喜 明天開學喔 好 容易容易 還好享受這樣 那我們假設我們今天全班都騎摩托車上課好了 你們一般第一堂課都幾點上 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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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那個時代阿 第一堂課都不會 都只會上升級一道 你知道吧 然後第二堂課一半這樣 然後第三堂課才開始全到 對 我們那個時代阿 好 假設今天 我們明天上課 然後都 假設八點上課好了 那你到騎摩托車上課 那假設我們前一天都睡得很晚 那你起來已經欠半了 很慌張 你要化妝要怎麼樣 然後你就非常慌張騎摩托車出去了 這時候有點太慌張了 路騎錯了 對 這時候你遇到一條單行刀 好 問題來了 如果穿這條單行刀阿 你就可以順利的在八點 剛好那老師很急車 一定會你遲到你就完了這樣 然後穿這條單行刀 你就可以順利的遷到 回北老師起礦課或怎麼樣 如果你不走這一條 就一定會被起礦課 那種選擇會起 就逆向行刀有沒有 好 從大家選擇 舉手就知道 我們交通交易做得非常失敗 對 好 那剛剛沒舉手的一定想舉 好 再來第二個問題是 如果這時候這邊 對面有一個很 交通警察 有沒有還會騎過去的 剛 剛舉手 有沒有 我一個人牽 你們都知道嗎 對 好 對 你看你們都知道喔 然後有一個人在那邊 你交通牽著 好問題來了 在我們的生活之中 你父母阻止你的時候 如果假設他是個交通警察 你會知道怎麼樣 就是用一個方式來跟他溝通嗎 可能不會 你就覺得他為什麼要阻止我這樣 生活是非常吊詭的你知道吧 這些日常生活跟你看起來沒有相關的都知道怎麼做 只是回到你自己生活 你想要比如說你要讀某些 你要做什麼東西 父母不願意的時候 你就很憤怒 不知道怎麼解決 那為什麼要提這張照片呢 是我覺得我自己的生活之中 我自己在走這個人生的單行道 然後剛剛你知道嗎 有非常多人都著急要幹嘛 那非常非常棒 那也許你會走跟大家一樣 也許你不會 那如果不會的人 你要非常非常小心 就是這個社會有很多的逆向形式 就是很多 你都在走逆向單行道 那這個社會很可怕 就是警察非常多 警察是誰 就是有可能是你的同學 你的老師 你的父母 這個社會的輿論 他會跟你講說不行不行 可是他看起來是保護你 可是就是阻止你 那這時候該怎麼辦呢 如果你可以像剛剛那樣 知道說 欸 變通方式 然後用牽的 好 因為沒時間 最後再問大家 騎腳的生命上誰指放有犯法 不犯法 對 這不是倒地球玩 真的不犯法 寵物犯的犯法 根本不犯 開車犯的犯法 裡面什麼犯的 對 好 那開車可以用牽的嗎 如果你這麼努力 我也真的是覺得 你真的是奇差 你知道吧 最後為什麼要提到這個是 人生的載具啊 會因為我們就講 如果你夢是非常非常遠 很志向很大的時候 就像一台汽車 你很難變通的 你也很難用推的 可是你看人啊 你什麼交通工具都沒有啊 才是最自由的 你想去哪就去哪 沒有人可以阻止你 對 我覺得上次看到這個 我覺得很有感受 最後也送大家 那最後就送給大家一句話 你們覺得不知道好不好 為自己精彩 大家都不好嗎 我不知道自己要幹嘛 一半都覺得不好啦 如果你覺得很好 你可能要去一下那個 你知道嗎 智商之啊 對 我以前也是這樣 我覺得不知道真的超不好 所以我一直很著急 知道自己想要幹嘛 因為這樣你更慌張 所以其實說老師 我剛才知道自己要幹嘛 然後我一直在想說 通常這種都不知道自己要幹嘛 就是因為你不知道自己幹嘛 所以你更要知道自己要幹嘛 因為你要去領埔那種不安全感 那我想就送給大家一句話 真的不知道才好 你才會走出自己的路 對 如果你都知道自己要幹嘛 我們就不會有科市長了 就是因為 永遠不知道你接下來要幹嘛 然後這個社會才會更有趣 因為這是你知道嗎 現在這個社會太可怕 你們要快點起來 要靠你們 因為你知道吧 現在社會非常非常平淡 你們要做你們自己想要做的 還創造更多的可能 好 最後就是送給大家 謝謝大家